记者陈立言综合报道,有南韩金秋奖美语的白响艺术大奖,于今晚在首尔盛大举行,准影后孙艺珍以芯片与乃再次相遇立判连装,晚间她和新剧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的小男友丁海银前后登上红毯,先进场的丁海银特地在杯板前等待女神,两人在粉丝的期待下合体放闪, 小雅口手牵手十指紧扣甜蜜入场,成为今年白响红毯最吸睛的画面 29岁的新男神朴旭俊平新剧《三流之路》首度入围戏王,一登场便引爆现场粉丝尖叫声,而以新剧《mother》入围电视类最佳女主角的李宝英,则签著剧中女儿许绿走红毯,母爱喷发的画面也掀起粉丝欢呼 此外,日前仍爱地狱使者李冬许的秀制,则连续三年单接下典礼主持榜,今晚她搭档朴宝剑,深冬夜担任主持人,身穿白色陆肩长礼服小秀相间, 以新片片图绝逐电影类最佳女新人的《Nana》则以黑色长礼服唱胸鹿腿经验全场 孙密珍,又,丁海银,左 翻摄自SPOTV News,苗密珍,又,丁海银,左 翻摄自SPOTV News,朴许俊 翻摄自Xport News,李宝英,又,许律,左 翻摄自Xport News,Mana 翻摄自NewsN,摄冬夜,左起,秀制,朴宝剑 翻摄自Xport News